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国乃灭亡 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 在当代中国 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 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 这个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我们提出了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里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 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 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 培育什么样的公民 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 国有思维也就是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奉行的价值观 礼义廉耻就是那个时代普遍奉行的价值观 思维不张国乃灭亡 遵守社会规范 奉行公平正义 支持行善 廉洁奉公 这是国家富强 社会太平的基本保障 李济大学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旨于至善 古今中外关于教育和办学 思想流派繁多 理论观点各异 但在教学必须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 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 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 说具体了 就是培养社会发展 知识积累 文化传承 国家存续 制度运行 所需要的人 所以古今中外 每个国家 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 来培养人的 世界一六大学 都是在服务 自己国家发展中 成长起来的 我国社会主义教育 就是要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欺明 在止于至善 这是礼记大学篇的基本纲理 或者说也是 大人之学追求的最高的境界 所谓明德 就是指光明美好的德性 而明明德 前面那个名字呢 是动词 是彰显的意思 所以明明德 是指的彰显光明美好的德性 而清明呢 指的是要将这种光明美好的德性 推积到民众身上去 要格除蒙昧 开发明智 然后共同达到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中国古代 历来讲 格物至之 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从某种角度看 格物至之 诚意正心 修身 是个人层面的要求 其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 治国平天下 是国家层面的要求 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 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 体现了时代精神 如果说前面引用的那句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止于至善 其中的明明德 清明 至善 指的是道德修养追求的最高境界 是礼济大学当中的三大基本纲领的话 那么这几句所提出来的 格物至之 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就是实现那三大基本纲领的八条具体的途径 也就是所谓的八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